今儿啊,咱站着聊,来我办公室了,这样的话安静一点,聊起来咱也没有那么多杂音 咱们今天聊聊啊,在我们京剧演出当中遇到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翻译,都知道我们这个京剧啊,它因为产生于清代的道光年间 然后到我们现在呢,已经将近有四五百年,五六百年的时间了 在这期间呢,其实京剧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很多的融合 但是呢,在京剧的唱词和念白这方面,还是保持着原汁原味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这个呢,在咱们国内演出的时候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毕竟我们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观众来说,我们从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 我们说叫审美经验的一些积累 同时我们也多多少少的能够听到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元素 但是对于海外观众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了 毕竟,他们可能有的人对中国文化并不是很了解 甚至都对中文完全是没有接触过的 你要如果让他们用啊,我们说用中国的方言来念白 来完成这个唱腔的话呢,对于他们来讲 那更是不太可能能够理解的 所以这就面临着一个京剧翻译的问题 那在翻译的时候,实际上早在将近一百年前吧 梅兰芳先生第一次出访美国的时候 他的好朋友齐如山先生 也就是我们后来可以说是梅兰芳先生的一个经纪人这样的一个身份 齐如山先生其实早在梅兰芳先生出访前 就已经在海外进行了一些京剧文本的翻译 比方说对于他的一些唱词的翻译啊 对于他的一些念白的一些英文的介绍啊 包括对梅先生一些英文方面的介绍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齐如山先生自己又在海外工作过 他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英文基础 所以他种种的这些行为导致着 哎,帮助着应该说是这个梅兰芳先生访美的一个顺利成功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哈 就是他在演出过程当中 其实并没有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唱词的一个实时的翻译 毕竟由于受到当时技术的影响 他的很多的这些包括水盘 包括他的一些演出前的一些海报等等 都是用画呀或者手写的方式上去的 如果实时的话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呢,我们在京剧演出的时候 因为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先进的程度了 所以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些尝试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PowerPoint PPT 我们的演出的同时在这个舞台的侧边或者背面 我们放上我们演员的唱词 同时翻译成英文 我们最早做这样的一项工作的时候 还是很受欢迎的 美国观众立刻就知道 他在唱什么 他的内容是什么 就很顺利了 不过后来我们又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啊 很多有唱词有念白的地方 我们都是可以翻译的 但是我们别忘了 京剧当中有很多表演 它是城市化的表演 它可能并没有太多的 这样的一些文字上的表述 能够解释他目前正在干嘛 对吧 能够解释他目前正在做哪些事情 你比方说胡家庄 胡三娘准备出庄去攻打宋江的时候 他前面有一大段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的表演 都是在表示自己在出生前做一些准备 包括梳理自己的装扮 包括如何来展现自己的这种武功的高强 那如果这些内容没有这个京剧翻译 没有文本翻译的话 那可能观众去看起来就很难了 所以我们后来做过这样的一个尝试 就是当他表演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打上一段字 解释一下他正在干嘛 但是这个度很重要 不能解释的过于详细 过于详细了 就影响了京剧城市化表演当中的 那些虚拟化表现的内容 所以我们只是给了观众一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之内你去想 他这个动作是有什么含义的 他这个在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 舞台上的调度是有什么样的内容的 这样一来 既保留了京剧当中 最关键的最核心的那个城市化表演的内容 同时又能够帮助美国观众 更好的了解京剧 更好的理解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正在不断摸索的内容当中 也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探索 去研究的一个新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 其实每次演出完也都在听取很多美国观众的意见 然后也希望能够不断的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些共鸣 真正的实现 美国观众也能够了解京剧表演的内容 同时能够更好的理解京剧背后所蕴含的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精华 或者说一些别的困扰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